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 我是陈伯伟 带您关心新北市淡水北海岸的重要消息 今天上午有民众发现 三支区中校路旁的水池 有一名女性浮尸 警方也迅速比对出这名妇人就是66岁 住在三支的江姓妇人 根据家属表示 妇人身上有多种慢性疾病 是否为酒病厌室 警方也表示要不进一步来调查理清 今天上午有民众发现在 三支区中校街路旁的水池 有一名女性脸部朝下浮在水面上 立即报警处理 而警方到场之后 立即连同消防队将这一名女性抬到路旁 但是发现这一名妇人 早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而警方表示 这一名江姓妇人 现年66岁 家住三支 目前也依照身上找到的证件 请家人来指认 早上最后民众报案到达现场 发现那个莲花池内 有一具女性浮尸 那经通知家属到场指认 并通报监视小指 人员到场财政 警方表示在这一名江姓妇人 落水地点的路旁 留有一台电动代步车 以及红色的拖鞋一双 而经过这一名江姓妇人先生 到场指认之后 确定是这一名妇人所有 而根据妇人的先生向警方表示 从昨天晚上九点各自回房 睡觉之后 早上就被通知妻子落水的消息 也不知为何他会独自出门 发现人是一位江姓民众 他发现的时候就马上立即打派 所电话报案 死者身上有带证件 所以我们就赶快通知家属 来到达现场做一个指认 现场有一部电动车 跟一双拖鞋 我们那个真正的死亡原因 我们已经有报警检察官 来进行司法相验 据了解这一名江姓妇人66岁 身上有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 而落水原因是否与多年病痛残生有关 才会想不开巡短 还不得而知 而警方只表示 确切的落水致死原因 还得等待检方相验之后 才能釐清 记者许端一三只采访报导